如果你有红 米 豆 盐 其中任何一种 这一期短短三分钟帮你把这些问题独特击破 这日上脸实测28天 测了50块到900块的奇管油甘蓝精华 结论都浓缩在这张图里了 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看 纵轴越往上维稳效果越好 横轴越往右 抗盐退红越快 橙色圆圈更适合偏油复制 蓝色圆圈更适合偏干复制 那么实操开始 一 如果你的脸大部分区域都挺好的 就是有一小片总爱冒不斗 完了斗月还笑不下去 你需要的就是一个无情的炎症灭火器 我们测下来 欧马就很适合解决这种新鲜的泛红或豆叶 两天下来肉眼可见变淡 消下去你就停手 因为欧马这瓶橄榄液含量10% 纯度高 筋肉猛 不适合长期用 而且高梦污的油杆杆 浮杆跟猫子玩似的 这种地扯的小能弹的不说 刚才上眼前糊了才有 齐重后又干一个紧绷 啊对 谈麦就外毒 平T可以考虑安休泽 也是哪有炎症就点涂哪 会到粘头肤的那种 油皮用起来会抓狂 更适合偏干性肤质 二 一是你脸上经常大变红 一个不小心就刺痛热烫痒 多半就是屏障受损 你既需要快速镇静 又需要长效维稳 咱就往中上去一看 先说修丽可的色修 没以橄榄叶为主 而是做了一个植物组合 包括油橄榄 黄瓜 还有迷迭香提取物 可以全脸用 最好是按摩到吸收为止 本来以为会不如专门的油橄榄精华 结果测完发现 一周后脸颊上的红色区变大还挺明显 它就是会照顾到每一个小毛病 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长期用皮肤会更稳定 就是肤感也挺黏 好在控油效果还不错 有没有爱用的油皮姐妹 再说米贝尔 用的是华锡专门定制的原料组 西背书 3%的油橄榄液提取物 浓度不高 但和其他成分搭配的很融洽 肤感也难得不错 在外面穿完西北风 小脸多么退红 用这个就是退红 同时又补水修复 秋冬季节贼拉合适 大米贝尔的包裁设计师 能不能出来解释一下 可能这低管难用到不行呢 3%如果你受不了那种黏糊的肤感 但又很想尝试一下油橄榄 要有用还不用太贵 我怀疑你在故意刁难我 但其实还真有 这俩一个50一个100 对学生脑非常友好 它俩都没有维稳 对通发炎症来的没那么快 普利二号就强在它的促肾体系 涂上很快就吸收 不过我感觉 它在配方上更像是一款 美白淡红精华 能去红 但不太能修复屏障 穷姐夫的第三代分两个版本 我们测的这个是豆皮版 是7个里面质地最清爽的 说实话 控油去豆没感觉出来 稳定孵矿还行 也能和别的精华搭配不打架 不过网上不少人吐槽 用完会长臂口 你们有同样的情况吗 稍微Q一下CSS 本来是油橄榄加鸡血草的灭火CP 但这回测下来就是没啥用 孵感不好还搓泥 默默把它放在最下角 好了全部搞定 参考这个图是不是很简单 补充一句 如果发现哪个你觉得好用的没说到 或者你用的哪个效果不好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分享你的肤质和用法哦 那么爸爸下期见